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美军的一个空军基地 此区被认为是美国用来秘密进行新的空军飞行器开发和测试的地方 也因为许多人相信它与众多的不明飞行物阴谋论有关而闻名 2013年一份解密后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中承认了51区存在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号称英国版的51区 同样也是一个军事基地 这个基地的名字叫Radler Manor 鲁德洛庄园 鲁德洛庄园起初是非常简陋的 是当地一个采石厂的原址 这个采石厂生产了一种叫巴斯石的极佳的建筑材料 由于这种石料有非常好的加工性能 可以从任意角度切割 被广泛应用于英国南部地区建设了许多包括医院 教堂等大型建筑物 于是在采石厂附近就形成了规模极大的地下矿洞及隧道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由于纳粹对于英国本土的大规模轰炸 越来越多的地面建筑都被摧毁 严重的影响了英国的战略发展 在这时 英国空军首先将矿洞及隧道改建为了一个中央弹药仓库 随后由于战略位置极佳 并深埋地下 不用担心轰炸的影响 英国空军在弹药仓库的基础上 又新增了三个不同的部门 包括了作战指挥室 情报分析室 以及最重要的暗影工厂 这里我们着重要讲的是 情报分析室以及暗影工厂 情报分析室顾名思义 就是英国皇家空军 用于分析从各种不同渠道 获得来的情报信息 经过严格的程序分类整理筛选后 将所有可疑信息 造假信息都排除掉 供给指挥室作为战斗决策使用 这个暗影工厂就更厉害了 最早是在二战的环境下 为了保有能在战时 即使是最恶劣的情况下 也可以在地底完成一架空军作战飞机的 从零开始生产 保证飞机的加工供应而建 但是英国官方声称 此工厂从未进行过实际的生产 这一切到此时都看起来没什么不正常 直到1950年左右 这个时候战争已经结束 但是开始有目击者声称 在鲁德洛庄园的附近目睹了不明飞行物的出现 有的当地的农场主声称 在夜晚也看到了奇怪的橙色的灯光在天空飞旋 空军里也爆出了一则 关于一次飞行任务返航时 一架飞机在空中遭遇不明飞行物的事件 有传言说 这些不明飞行物都是暗影工厂里 进行外星科技逆向工程研究的成果 这都给鲁德洛庄园照上了一层阴影 1952年 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亲自下达命令 要求空军展开调查 原话是这样说的 这些关于飞碟的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意味着什么 真相到底是什么 请调查后给我递交一份报告 于是鲁德洛庄园成立了一个联合情报委员会 专门调查关于外星人的事件 并且每周会进行一次汇报整理 对于外星人研究的进展 曾经在英国国防部工作的Nick Pope也证实 他曾经参与过收集和研究不明飞行物的任务 在2007年 英国国防部公开了自50年代以来 收集和整理的UFO的档案 有超过5000份不同的档案 包括了一次民用737航班与UFO遭遇的事件 以及在英国威尔市一个山区坠毁的UFO事件 但是Nick Pope声称仍然有大量的机密文件去向不明 并未在这次公开之列 我自己也因为好奇 去英国国家档案馆的网站看了一下 确实是可以下载一些公布出来的档案 但是因为版权等问题 我们这里就不放出来了 各位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下载了看看 我把链接放在下面 除此之外 我也有些好奇 这个地下基地到底会有多大 网上的资料声称 鲁德勒庄园的地下基地面积超过了21万平方米 而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亚马逊物流仓库是12万平方米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巨大的秘密基地都有能力可以做出什么来 现在英国政府声称鲁德勒庄园已经停止使用 但是在2018年英国的一个自媒体平台去实地探访的时候 只是走在了附近的小路上就被不知从哪冒出来的警察驱赶 这个有兴趣的我也发链接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 我从小就对这些外星人UFO很感兴趣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会讲在加拿大的一个像树岛的神秘宝藏的故事 如果您喜欢这类未解知名的视频 请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See you next time